远方一辆轿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 突然间前方另辆车高速冲过来 还来不及反应双方迎面撞上 黑色轿车遭受撞击后 摔机一旁田里 车筒严重毁损 车灯碎裂 后照镜还断裂 白色轿车翻覆在道路上 四周都是散落的零件碎片 挡风玻璃全碎 整个引擎盖掀起 车头扭曲变形 事发的21号晚上7点多 开白色轿车19岁王姓男子 行经临迷路时 跟48岁陈姓富人驾驶的 黑色轿车发生对撞 白色轿车当场侧翻 黑色轿车冲进田里 附近住户听到撞击身后 立刻跑出来查看 王姓驾驶意识清醒 头部挫伤 他开车在同学出游 准备返程回台北 表示依照导航才走到这个路段 闭扎一下眼睛 然后打烟安全机很爆 怎么这种过程 我没有确定 警箱货报到场后 立即将白车伤者三人 及黑车伤者两人送医救治 两车驾驶九侧 均无酒精反应 详细的造势原因 有待后续调查联新 而黑车上市一家三口 住在礁溪 陈姓富人驾车 左侧锁骨骨折肝脏撕裂 13岁女儿额头撕裂伤 加上头骨骨折 还好老公没有大碍 而这一状 两车够五人送医 四位女性伤势严重 其中一人已经完成腹部手术 令人也准备进行胸骨骨折手术 全都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而发生事故的地点 只有一个车道 约三到五米宽 平时要汇车都有难度 详细的造折还要厘清 TVN新闻 简大师热派宜兰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